你觉得男朋友跟男闺蜜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去看一下有哪些神回复吧 OK let's go 走 朋友跟男闺蜜有什么区别 朋友是可以随便抱随便那个什么随便你认你那个打就不会有太多的顾及 就是说有个就是可以随便的有个不可以随便 一个可以亲亲一个可以抱抱然后另一个可以那个你懂的 那个你懂的 老公可以生活天天生活在一起啊男闺蜜就是偶尔在一起吃个饭而已啊 两个都没有没有男闺蜜没有男闺蜜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就是不能睡觉呗假如我是个女的话我跟男闺蜜说的会跟会比会比跟男朋友说的要多吧 毕竟也不想让男朋友知道自己那么多缺点 有一定有界限吧就有些事情男朋友可以做男闺蜜不能做 毕竟说 一个可以亲密一个永远是朋友 一个能睡一个不能睡 男朋友好像不如男闺蜜到无话可说的那种地步吧 有区别吗 有区别吗 一个可以上一个不可以上 对啊 一个可以上一个不可以上啊 那有区别吗 区别就是一个可以上一个不可以上吗 有啊 可以睡啊 男朋友是亲亲抱抱用的 男闺蜜不能亲亲抱抱 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 男朋友就是 拿来买买买的吧 男闺蜜就是拿来说说说的吧 从男朋友那里得到的不够多或者说男朋友做的不够好 有时候男闺蜜不是找来的是本来就有的 男闺蜜比男朋友还要重要吧 寂寞吧 不可以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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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没扣的时候就 不上来 有些东西不能跟男朋友说 不能跟男朋友说 会吵架 会吵架 没有为什么呀 闺蜜的话 玩的时间很长了 一般都比男朋友认识的时间还要长 想找个倾诉吧 喜欢我们的宝宝可以评论转发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要忘了我们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你好 请问现在有空吗能直接接受采访吗 好我们 哈喽美女你还没打扰下吗 真的无死一票 接受一下采访吗 没有我们 我们再做一个街头的采访 就一分钟十分的快乐 小姐姐就拒绝了 美女能接受一下采访吗 我们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好吧 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时间 我不我不 不害你了 我要问姐姐 那几位美女能接受一下采访吗 只需要花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可以吗 很简单的问题 不要走 呵呵呵呵 在这边想接吧 哈哈哈哈 你们真是害羞啊 那几位美女能接受一下采访吗 我们是一个街拍 都问一两个问题 一分钟就好了 可以吗 一分钟就好啊 好吗 干嘛 接拍 接拍可以 接拍 打ot 对 这怎么办 也有很多